开车初游也怕车子不好停 有网友就点出台北几间难停的停车场 我们一时持继来走看看 进入微风南山广场停车场 沿着车道往下开 一旁墙壁也贴着弯道狭窄 小心慢行的字样 果不其然左右两侧车道和车身的距离 几乎不到一公尺 可以说是相当接近 下坡的坡度也比较陡峭 缓缓地往下开到停车楼层 索性停车盒还不算太难停 真的很窄 对 因为它就是转弯 就是好像宽度不太够 对 如果车子还大一点 可能就会蛮容易撞到 而且就是转下来蛮急的 因为它比较窄 然后就是下来那一瞬间 会稍微像溜滑梯一样 比较斜一点 才刚进入闸门 马上感应到距离墙面 太靠近发出警示声 台北喜来登停车场 往下的车道 左右两侧还算有空间 不过进入停车区域 就你没办法一次就过 来到转弯处 因为两侧距离太狭窄 只能先倒车 瞧正角度才能过弯 其实像是台北老爷酒店 国宾饭店 已经桂林加勒福 南港CityLink和中和迪卡农 也是被网友点名不好停车的商场 除了车道进出口狭窄 有时还有上下扩车道共存 堪称驾照检验场 小客服魔王及停车场 除了注意内轮差 不要太靠近左右两色墙面 也要放弯速度 或透过环境影像辅助 避免爱车为了停车受了伤 TV新闻